來關心今年 歐平最高人款中 莎卡洛夫中 是頒獲已經過身 伊朗康德族的 女兒愛美女 也有替伊朗的女兒 生命到自由地混亂的路上 因為今年六百年 合平中的中心 也是伊朗的人款運動金屬 這兩項世界人款代表 都是頒獲伊朗的路上 對伊朗的人民來說 有這麼重大意義 今年歐平最高人 觀眾 莎卡洛夫中 頒獲貴新的伊朗 康德族入住 愛美尼和伊朗入住 世面自由運動 歐洲議會議議員說 九月十六市愛美尼 在伊朗比保三十七年 歐洲議會選定 愛美尼和伊朗入住運動 做今年的得獎價 做出表達無法記入這個空間 歐洲議會在伊朗繼續勇敢 為平定準嚴格自由空間的人 站著會 而且對為自由負責 最高代價人最高競技 愛美尼在九年九月十三 訪問到黑欄時 因為不准收檢查 道經規定 向伊朗進訪台北三天後 因為比到今天時 受極臺在便宜心望 也是因期伊朗 再來大規模路線空間 四個國際路線也會支持 伊朗路線的行列 也會說伊朗總統 有一個公款伊朗總統 對抗議民眾電池 暴力電池造成五百多人失望 兩萬兩千多人在台北 選手車在今年車已經慢慢平息 還有伊朗有人表達不完 撒卡洛夫中由歐洲議會 在19800年設立 用蘇聯議員進出撒卡洛夫給年 他在1975年在到諾貝爾和平中 撒卡洛夫中五年辦款 落到的標準 衍衛人員進出撒卡洛夫 民族的股仁跟著進 十個撒卡洛夫的 諾貝爾和平中 這次也是伊朗 這個人員運動者 穆哈馬迪 今年兩項世界人員帶中 都發現伊朗路線 對伊朗人民有很重大意義 恭喜新聞新聞回編